大家好,我是Tiger,欢迎大家收看 今天很开心可以和大家去最期待的HR Tiger AT-WMM1无线麦的开箱短片 很多人都问,你的无线麦里包什么? 我们来看看包装 当然有一个很英俊的,有香港夜景的胶盒 可以看到里面也有讲包 事不宜迟,打开看看有什么 这个盒子也很轻,很方便 打开后会看到中英对照的说明书 也有一个很英俊的蒙线麦 这次是用了一个磨砂的颜色 更加耐用 也包装两条线 第一条是大家经常要的 就是无线麦去手机的一条线 要留意,一边是三折的 TRS,另一边是TRS,四折的 这条线就是搏手机的 另外也包装一条线 就是无线麦去上机的 要留意,两边都是TRS的 即是三折的头 1,2,3,1,2,3 更加要留意,圆这边是要插无线麦 方脚,直角这边是插手机的 这样才能收到的 好,现在介绍的是我们的无线麦 这个就是TRANSMIT 顾名思义就是将你的声音 透过这个机器传送去接收 你会看到有一个逆蒸气显示屏 当你进入了电的时候 就会显示现在的频道 另外有一个磨砂的装置,防花 轻轻地推开的话 你就可以进入电池 这个TRANSMITER是进入两粒A电 充电,普通的电池都可以 你看到有三个键 第一个就是Channel 按住它的时候就会转channel 当你的TRANSMITER 传送和接收同一条channel 你就收到 这样也会显示是绿灯的 如果当它连接到不对的话 就会显示斩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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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电就会是红灯 很清晰的 好了,WALLUM 就有1-5档去选择 我自己个人建议 去到2-3档都可以 好,另外一边就简单 又开关键 又开关键 亦都有两个孔 一个就是插拉 煙,另一个就是插麦 那我们就将附送的麦 就把它插进去 麦的孔 好了,你将你的麦 这套东西 给你的备防者,主持 这里有个夹子 抬在身上,摄在皮带 腰上,另一个就夹在领口 这样就完成了这个 Transmitter的组装 好了,到了另一边 就是这个Receiver Receiver 顾名思义 将它连接你的相机 或者是手机 很简单 亦都是移开它 可以进入两粒电 亦都有相动频道 和大小声 我都建议这边的 Wallum 2或3度 是比较适合的 好了,你看到也有开关键 以及有两个孔 很简单 一个就是插耳筒 听着它是否可以 另外一个就是插出 Output 的意思是将你这个Receiver 究竟 那个声量 用那个音 即是收到回来 传送到那边 如果你是要去 手机的话 那就很简单了 就拿回一边是TRS 一边就是TRS 四节的位置 这样就是 刺了下去 另外就刺到手机 砖头会教大家 如何设计 如果你是单反 或者是无反的话 就要注意 你是要将 圆圆地这个头 OK 圆地这个头 这个头 刺到那个Output 另外 直角这个位置 是要刺到你的相机 或者无反 才可以收到好的音质 这个要注意 接着 就教大家 如何可以 做一个简单的手机设计 好多朋友都问 那究竟 怎样用一个无线咪 可以做到一个手机的拍摄 用那个无线咪 收到声 其实很简单 首先你有一个电话 可能是iPhone Android 不同的物体都可以 接着 你就要有我们的无线咪 我们再说一次 这个是叫做Transmitter 托在主播 那里 我们将它进入咪的孔 入电 将它调安 这边 这边就给主播 或者想说话的人 一边就插到褲 或者腰 一边就说话 另外一组 我们会做什么 就是这个Receiver 那我们就找回TRS 去TRS 那里 一边是三字的 三字的一个 刺到Output的孔 Output的孔 对了 接着开机 另外 这个四字 就插到电话 接着说 我用iPhone的 我刺不到进去 对了 那无论你用iPhone 或者新的华为 用USB-C的话 你都需要一条转头 亦都要买 亦都说 你去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找到的 或者你买电话 都会送这条线 就是Lightning to headphone 这条线 那拆盒子之后 就是这条线 那一边就刺下去 好像你平时听音乐 插耳筒 另外一边 就刺下去 那个phone jack 在这条线 那里 这一组就完成了 那接着 那这样怎么办 亦都有另一个方案 去告诉大家 如何可以将 这个无线麦 和我的手机 好好地安置 这个呢 两边插了电 开了安键 就可以用来拍片 你开了拍照的程式 按拍片 其實就已經可以錄到影片 記住 渦輪大約是2至3度 你聽到效果大小聲 如果可以的話 就可以繼續拍攝 拜拜